大概重点 刚刚有同学提到 如果你要先输出资料 或者是先输出格式 再输出资料 这两行颠倒怎么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 就是顺序颠倒是没有关系 只是我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习惯问题 一般我们还是习惯 先把资料打上去 再把格式加上去 习惯大部分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习惯的步骤 至于将来哪个先哪个后 假如说最后做出来结果不影响的话 那就没关系 如果有影响 那当然你就要可能调整一下顺序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OK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再把就是最后的结果输出之后 还要把它清掉 ABC清除的话 清除的话特别注意 你不能说用原来清除 清除只能清除资料 但是不能够清除里面所有 这个有的格式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第一个我们一样 把这个清除格式输出 那一样我们拿刚刚的这个程式来做修改 改的话一样 把这个地方 就是我如果改的话 大概几个地方 一样 我把重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的话 把这个复制过来 所以这个 接下来的话 名称它变更一样 比如说叫什么 层积格式清除 那清的话第一个就把里面资料 A先清掉 有没有 资料先清空 然后把颜色 字的颜色改回原来的黑色 那特别注意 黑色部分的话 RGB应该是多少 黑的 全部都零 就黑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恢复成原来状态 不然我 我A先不要清 我先清颜色看看 有没有黑的 OK 那如果把资料顺便清空的话 丢一下 A不见了 B的话呢 当然我就把底色拿掉 底色变成什么 白色 那白色的话呢 当然原来有没有恶物恶物 这个应该多少 恶物 全部都最大的白的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清掉了 不过 就有同学说 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 怎么框框不见了 其实跟各位讲 那个框框不见 不影响 因为将来列印的话 那个框 那个框线只是参考线而已 它并不会真的影响你将来列印 因为列印的话 你还是要另外再上颜色 那 可是问题 就有同学觉得 你这样看起来不美观 所以记得 你如果说底色不要白的话 记得Color后面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没有颜色 没有的话 在Excel里面怎么称呼 没有就None 但是Excel必须前面再加两个字 叫XXL XL None 因为Excel里面 它有个常数 叫做XLNone 就是没有颜色 OK 没有颜色的话 那把它实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框线就出现了 所以 它那个底色似乎 好像还包含的那个 参考线的颜色 OK 所以这一点 比较正确应该是XLNone OK 好 再来的话 这个 B的话 把它也把它拿掉 里面是要清空 OK 直行 那C的话 就是什么 框线 框线的话 变成没有 框线没有 没有的话 你想说没有颜色 刚刚不是讲过吗 就是什么呢 Color Color 等于没有 一样嘛 执行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执行完毕之后的话 理论上呢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呢 就有同学眼睛很尖 就看 老师那个颜色为什么 其他参考线都是灰的 那 这边感觉是什么 有点是浅蓝的 不对 老师这个颜色不太OK 怎么办 跟各位讲 其实这也不影响 只是感觉上会影响 就觉得会被影响 那怎么办 跟各位讲 我真的会试很久 我松一试出来 原来 这个Color 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大家必须改个Color Index Color Index Color Index 等于没有 这样才会正确 OK 我其实找很多说 刚才同学问我 老师为什么这样 我说 没关系啊 这个可以了 他说不行啊 老师你是一定要帮我们找到答案 后来帮他找到 Color Index OK 这样子 有没有 恢复了 现在比较麻烦就是 如果你要把Border时的Color 把它变成没有 你比较麻烦 变成Color Index 才可以 OK 我查了一下里面 他的官方的文件 他有稍微提一下 这个C把它拿掉 那D的话 变成什么 本来是True变成什么 变成Falce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Falce OK True 变没有 Falce 把它变不是初体看看 有没有 恢复了 字不要的话 就把它Depid掉 这样就恢复了 OK 但是呢 就有同学说 是那有没有 不要更简单的方法 OK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以这边来看 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假设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我先把这个注解掉 注解的话呢 就前面要加单引号 因为我 假如说我这些都还要 我不要删掉的话 前面都要单引号 可是问题 这边有几行 这么多行 你要每个都加单引号 很浪费人的 教会一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从上面工具列按右键 里面的话 有一个工具列要编辑 这个编辑工具列把它放上来 它里面有一个蛮好用的 使程式变为注解 这个部分 我暂时不要删 因为我可能不确定 我还要不要 我先注解 有没有 选取它 使程式变为注解 好处就是我暂时留下 如果将来我还要用怎么办 很简单 选取它 使什么 注解还原为程式 又OK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可能写第一种方法 可能还要写第二种方法 你不可能说把前一个方法删掉 那下一次发现 前一个方法比较好 来不齐了 都删光光了 OK 所以怎么办 注解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 我把方法二认为 这个注解 方法二是什么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学第二个物件 其实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物件 叫做Range 范围 Range指的是 我将来哪一个开头到哪一个结束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它注解掉之后 打一个Range 前刮虎 跟他讲说 我从H2到H7好了 OK 这个范围 所以H2 冒号 H7 这个范围里面的点 不过你会看到Range 我刮虎 他还是会提示 里面有一个什么 有个方法叫Clear 你会发现CL 如果说你要清除全部的话 就是Clear 如果你要清除格式的话 就是Clear Format 如果你要清除内容的话 就是Clear Contents OK 那我们要清除全部 其实只要写这样一行 试一下也就会看 知心 全部清除 不过他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清除全部 假如说你要保留一些像框线的话 他连框线也全部把它清掉 OK 所以至于要怎么取舍 这个可能你要针对你实际上工作需求 你就做变化 只是这里 跟各位讲以后如果你那个 假设你将来要做的那个格式 是全部都一样的话 那我建议你用Range 因为Range的话非常快速 不用说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慢慢去修改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Range 那Range的话呢 你前面这个指的是开头的储存格 你后面这个指的是你结束的储存格 那他就变成有Range 就是这个这个范围 或者左上到右下也可以 OK 那后面的话就给他一个方法 叫Clear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全部都清空了 所以最后做出来 加上去 格式清空 那我看一下时间来不来 来得及的话 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后面 因为刚好我同学有问到说 老师我那个爆表很快就做完了 因为像VBA做完 但是我最后有一件事不会做 就是画框线 他是希望怎么样 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范围 快速的按个按键 自动帮我把框线加上去 有没有 怎么写 其实非常简单 程式这一行 重点就是Range物件 有没有 从A1到H7 所以Range 有没有 双引号A1冒号H7 点什么呢 Bolders点Color等于RGB 有没有 红色就Range物 豆点Range物 豆点Range物 所以特别说 这一行 记得好像这个是只有一行 对没错 就这样 这个你们都应该会写吧 真的就一行 所以以后加框线 非常的简单 但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录录看 至少10行 20行 30行 一堆 其实说真的只有这么一行 好不好记 应该很好记吧 就打范围 后面的话就点什么 点Bolders Bolders 然后点什么 点Color 等于RGB 255 0 0 这样就OK了 那框线变成没有的话 还记得吗 ColorIndex等于没有 也是只有一行 有没有 所以试一下清楚 OK 有没有正常 有正常 但最后这个比较困难 我除了这样之外 我希望 这一条 通常跟这一条 我希望化成双线 就是蓝跟列名称 有没有 要做区隔 可是这要怎么做呢 其实 就是 这个可以 等于是 刚刚这个是第一行 对吧 第二行的话 就是 这一个范围 比如说A1到H1 下面这一条线 变成双线 A1到A7的 右边这一条线 这要怎么做 画面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清楚 然后再这两个 待会再来看 那个红色双线怎么做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 如果你这个框线会画的话 简单的框线会画 以后 你就可以再输出那个报表 或者输出某些资料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怎么样 先把框线先画 这省掉就麻烦 不然每次 那输出什么 就要每次再弄一下 把框线 也是一个时间 所以你如果全部都凑在一起 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哇 一键完成报表 就不是什么 遥不可及的事情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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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